作为全身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肝脏在我们的身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负责解毒、代谢废物 还参与消化、免疫等多个系统的正常运作 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许多不良习惯却让我们的肝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何养肝护肝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而李兰娟院士在一次讲座中提到了一个观点 早餐是养肝的黄金期 那么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呢 我们又应该如何通过饮食来保护肝脏呢 早餐是养肝的黄金期 在李兰娟院士看来 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也是养肝的黄金期 这是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息 肝脏已经完成了自我修复和排毒的工作 此时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来支持其后续的工作 如果早餐营养不足 肝脏无法得到及时的滋养 便会影响其正常功能 因此重视早餐的营养搭配 对于养肝护肝十分重要 早餐是养肝的黄金期 五种食物敞开吃或提高肝功能 除了保证早餐的营养摄入 我们还应该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来保护肝脏 以下是五种食物敞开吃或有利于肝功能 一、绿叶蔬菜 绿叶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肝脏代谢和排毒 此外,绿叶蔬菜中的叶绿素还能够促进铁的吸收 有助于提高肝脏的功能 推荐菜谱清炒菠菜、蒜蓉空心菜 二、优质蛋白质 肝脏需要足够的蛋白质来合成各种酶和蛋白质 因此摄入适量的优质蛋白质对于养肝护肝十分有益 同时,优质蛋白质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对于预防肝炎等疾病具有一定的作用 推荐菜谱、鸡蛋羹、豆腐脑 三、坚果 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对于保护肝脏和心血管具有很好的效果 此外,坚果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有助于预防肝炎等疾病 推荐菜谱、核桃燕麦粥、杏仁豆腐 四、水果 水果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 可以促进肝脏的代谢和排毒 此外,水果还可以减轻肝脏的负担 有助于预防肝炎等疾病 推荐菜谱、水果沙拉、香蕉糯米团子 五、食用菌 食用菌富含蛋白质 多糖、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促进肝脏的代谢和排毒 此外,食用菌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和血压 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 推荐菜谱、蘑菇炒肉丝、香菇炖鸡翅 哪些行为会伤害肝脏健康 近年来,肝病频繁地闯入生活 而且发病人群日以年轻化 以脂肪肝为例 过去的发病年龄大多在40到50岁之间 而如今,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 20到30年龄段的年轻人被诊断出患有脂肪肝 据2019年的数据显示 脂肪肝的患病率高达27% 这使得它成为了仅次于病毒性肝炎的第二大肝病 甚至不断出现儿童脂肪肝的情况 肝脏是人体内的化工厂 负责生产胆汁、解毒、免疫等多种功能 正常情况下 人的肝组织中只有少量脂肪 当肝内脂肪堆积过多 超过肝重量的5%或在组织学上肝细胞50%以上 有脂肪变性时就形成了脂肪肝 脂肪肝的形成与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随着快节奏生活的普及 年轻人患脂肪肝的原因多于过度饮久 节食减肥、缺乏运动、经常熬夜等有关 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了肝脏的正常代谢 也给肝脏带来了审重的负担 面对这一问题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为肝脏的健康保驾护航 预防脂肪肝不仅是对自己的关爱 也是对家人和社会的责任 让我们共同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为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酗酒、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肝脏损伤 引起酒精性肝病 这种肝病可以导致脂肪肝、肝炎和肝硬化的发生 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高脂肪、高热量和高糖的饮食容易导致脂肪肝 此外 经常吃没变 过期或含有毒素的食物也可能对肝脏造成伤害 三、药物滥用 一些药物如抗生素、降血压药、降胆固醇药等 如果使用不当或滥用会对肝脏造成损伤 四、毒素摄入 一些化学物质如有基溶剂、重金属、杀虫剂等 如果摄入过多会对肝脏造成损伤 五、遗传因素 一些人因为遗传因素而容易患上肝脏疾病 例如一些人可能因为基因缺陷而导致脂肪肝或肝硬化 六、其他因素 肥胖、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也可能对肝脏造成损伤 综上所述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上述行为 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健康 如果你有肝脏疾病的家族史或其他风险因素 应该定期进行肝脏检查 以早期发现和治疗肝脏问题 暗柔太冲穴 养肝护肝离不了 太冲穴人体的出气筒 脚背之上一二只骨结合不之前 大指缝向脚背四厘米处 便是太冲此穴位是肝精的源穴 也被称为肝脏的仓库 是肝精的火穴 若你常常忧郁、焦虑、愤怒 或头昏眼花神志不清 那就让太冲穴来帮你吧 太冲 人体第一大要学 它的神奇之处在于能调动肝精的元气 让肝脏更有精神 此外 它还能消散肝气、肝火 对于那些爱生气整天强颜欢笑 心中欲结的女性特别有帮助 那么 暗柔太冲又是怎样的体验呢? 首先 在你脚背上找到大脚趾与二脚趾结合的地方 然后往脚腕方向推 尽头就是太冲穴 记住 找到最痛的点 然后不轻不重地按揉三到五分钟 通过按揉太冲 可以把人体预结的气最大限度地冲出去 如果你想卸肝火 可以从太冲开始 往航肩穴的方向推柔 这样就能有效地清肝火 所以 别小看这个小小的穴位 它可是你身体的守护者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你感觉不适 太冲都可以帮你找到安宁 别忘了 它是人体的出气筒 是你身体健康的秘密武器